崔永元再次喊话华裔,你的所有资料已上交。 今日,崔永元再次发文表示,满河安娜,我家蝉石关的对手手段下流无耻。 那又怎样?她和俄势力团伙斗争也不是第一次了。 现在,华裔和那几位的材料就在国税总局和公安部手中,我还不信他们能万事大吉。 这个社会总该有点正义。我家蝉石关的对手手段下流无耻,指的是谁? 无疑问,是华裔和黄益青前日发文报崔永元丑闻,结果晚上七点发,漏出马脚连忙把微博删除。 我家蝉石关的对手手段下流无耻,指的是谁? 还有一位不知名微博大物普渡哥,爆料崔永元丑生活混乱,全家移民,却得到群众支持,不知这位哥们微博能坚持多久不删。 崔永元所有资料已交到国税总局为正义发声。